现实中,很多家庭的子女结婚后都会出去另住,条件好点的家庭都会有好几套房,孩子结婚了就会搬出去成立自己的小家。 家庭一般的,很多子女会带上自己的老婆孩子出去务工,在外面租个小房子,也有自己的小家。 家里的老人想子女了,就会去子女的家小住些时日,然而因为年龄的差距,生活的习惯,还有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等等的问题,都会激发两代人的矛盾,从而就会影响到各自的生活。 王阿姨今年55岁,最近老家不是很忙,王阿姨就和老伴上儿子家小住了些时日。 原本以为久久不见一次,这次过来可以多陪陪孩子们的,没想到才住了五天儿子就让他们回去了。 原因是五天时间里,邻居却找来了六次,让儿子为难,王阿姨觉得没脸再住下去了。 故事主人翁,王阿姨 这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刚好前段时间儿子打来电话让我和老伴去他家避暑,家里条件也不差,但一个地方住得久了,时不时又想换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 我倒是很想去儿子家住,可老伴却不怎么喜欢,他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而且去那里太多人住, 一起也不方便,我让他不用担心,儿媳妇不是难相处的人,而且他们的房子是有两个卫生间的,不用担心尴尬的问题。 在我的劝说下,老伴终于答应去了,我们把家里种的那些瓜果蔬菜摘了满满一袋准备带去儿子家, 我还把在家跟老伴学跳舞的唱片机给带上,老伴在一旁还笑话我,说去到那里哪用得着这种东西。 儿子抽不出空回来接我们,我跟老伴自己搭车过去的,一下车,远远就看见儿媳妇在等我们了, 见我们到了他赶紧地接过手上的东西。 还不停地唠叨我们不应该提那么多东西过来的,太重了坐车不方便。 到家后,我赶忙把袋子离的东西拿了出来,生怕时间久了就闷坏了。 我带了自己腌的咸菜,腊肉,种的西瓜,南瓜,花生,还有一些青菜,装了满满一大袋。 儿媳妇看见带了那么多自产的东西,心里都乐开了花。 儿媳妇见我们刚来不熟悉家里,他主动地帮忙把带过来的东西都收拾好放了起来。 见儿媳妇如此热情,我和老伴才能放心地住下来。 晚上准备洗澡休息时儿媳妇见我脚上还穿着凉鞋就拿来了一双拖鞋给我换上, 洗了澡我就顺手把衣服洗了出来,晾在阳台上面。 我刚回到沙发上就听见有人敲门,都晚上九点多了。 一开始我以为儿子约了朋友过来谈事情,儿媳妇说没有约朋友,他也不清楚是谁。 儿媳妇开门一看,原来是楼下的邻居,开门他就问,你们家是不是晒东西了? 那个水一直滴在我们家阳台上,吵死了,不知道现在很晚了磨,有什么不能明天洗非得现在洗, 那水声滴滴答答的还让不让人睡了,赶紧处理一下。 儿媳妇一直站那里跟他道歉,说等会就收起来,明天再晒。 我在想,这是什么人啊,他也不睡阳台,就几件衣服的滴水声能有多大,而且也没有多少水滴啊。 邻居走了之后,儿媳妇就把衣服收了回来,让我下次洗衣服时用洗衣机,这样不用担心滴水了。 第二天,儿子跟儿媳妇都上班去了,我和老伴也不熟悉小区里面的人,想看一会电视倒顾了半天就是开不了。 无聊之时,我打开了在家带来的唱片机,和老伴在家哼起了小曲,跳起了舞。 正当我们高兴地哼着小曲时,门声响了,我开门一看,这不是昨晚那邻居吗? 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你们家是什么声音啊,鬼哭狼嚎一样,把我家小孩都吓哭了,能不能开点正常的声音? 我真的是无语注了,我开得并不大声啊,而且哪里像他说的那样,什么鬼哭狼嚎,是我在哼小曲好魔。 这邻居是没事干了吗?一天天就知道观察我们家的情况,针线掉落到地上的声音,他都能听到了吧,搞得一点心情都没有。 我应他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马上就关。 说完,我就把门关了回来,被他这么一弄,去不想哼了,舞也不想跳了,直接就躺在了沙发上。 晚上儿子,他们下班回来,才叫他们教我们开电视,还说小区里面有娱乐的场地,我们要是无聊的话,就下去走走,锻炼一下身体。 看着儿子跟儿媳妇上班也挺累的,我们过来了就帮他们分担些家务,刚好儿子家添置一些智能的器材,干起活来不累,正好我也想试试。 干家务活有了智能的机器,帮忙就是不一样,我正推着洗地机在家里拖地时,门被敲响了,我心想这个点会是谁呀? 难道又是楼下的邻居,按理说这个时间不会吵到他的了,没理由又上来敲门的。 我打开门一看,还真的是楼下的邻居。 开了门,他就往里面东张西望的,我问他是找什么,他说,你们家怎么就那么多事做呀,一天天的忙个不停,睡个觉都不能好好睡。 我真的服了,现在这个点既不是午休时间,也不是晚上,怎么就不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了。 我实在气不过就应他,你看看现在是几点,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你现在既不是午睡,也不是晚上休息的时候,难道我们都要跟着你的生活习惯来吗? 你要想不吵,你就出去住读洞好了。 说完我就把门关了回来,楼下这邻居跟有病一样,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理由出来说事,真是服了。 我继续干着我的活,才不管他愿不愿意。 我还跟老伴说,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只准他放火不准别人点灯,太自私了。 老伴边看电视边说,这城里方便是方便了,但规矩也多,大家住的房子都是一间挨着一间的,一点动静都能听得见,你把动静调低些就好了。 我都不知道我动静哪里大了,这机器一打开就这个声,不是我想调就调的。 再说了,现在什么时候了,他作息不规律关我什么事。 在老家的时候,我也这动静,不见楼下的上来敲过门。 而媳妇下班回来,我就跟他讲了今天的事情,他说不用管他,越理他他,就觉得自己越有理,我们平时生活中适当注意就好了。 到了晚上八九点的时候,门又响了,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楼下邻居了,开门他就说,你们家到底是住了多少人呢? 卫生间的水声响了一晚上,脚步声又来来回回地走,就不能安静些吗? 儿媳妇就回了他一句,说现在还没到休息时间,我的家我怎么自由怎么来,等休息时间吵了你再来说吧。 他翻了个白眼,就走了。 估计是昨晚被儿媳妇对了回去不服气,一大早他又上来了,说他今天休息在家,叫我们注意点动静。 这大早上的,我倒觉得他是来搞笑的。 到了晚饭的时候,儿媳妇说想吃我做的牛肉酱了,叫我有空的时候给他弄一些放冰箱里慢慢吃,还要求放多点辣椒。 第二天早早,我就把老伴拉了起来,让他陪我一起去菜市场买做牛肉酱的料。 一会我们就把佐料都买回来了,我在切牛肉,老伴在一旁,帮我把辣椒清洗干净放搅肉机里搅碎。 所有东西都弄好了,我就开始进锅炒了,先把牛肉放进去炒干水分成出来备用,然后把辣椒跟其他佐料一起放进锅里不停地翻炒出红油,最后放入牛肉粒一起炒直到可以出锅。 就在我沾沾自喜地炒着牛肉酱的时候,门铃又响了,是老伴去开的门,门一开只见楼下邻居气冲冲地跑了进来,他进来二话不说就把我的火给关掉了,还时不时地假装可两声。 然后他就指着我骂,整栋楼就你是最多了,一天天不是弄这就是弄那的,住你家楼下真的是倒了大霉了,你炒辣椒就不知道把门窗关起来吗? 那味道都跑完出去了,你是不是想枪死我? 你自己出去闻闻,上下三层楼都是你炒辣椒的味道,你再不收拾好我就给你掀了。 我也不带怕他的,直接就说,看你年纪也不大,怎么? 这是更年期提前了? 你要是有病就去治病,别整天像个疯狗一样,见人就咬。 如果是因为没钱去看的话,我可以帮你搞个众筹。 还是说你家住海边的,管那么宽,还有你那鼻子跟耳朵都那么灵敏,不去应聘个警犬的职位属实是浪费了。 听我这样说他,他更狗急跳墙了,骂道,你家搞那么大的味道出来,你还有理了,要是把我枪出个好歹,我看你怎么负责。 遇上这种邻居,真的是无语了,难缠的主,屁大点时都要上门说到两句,就好比今天炒的这牛肉酱,就算是有味道那也是往上飘了,怎么还会往下飘了呢? 这不是无中生有虎脚蛮缠吗? 老伴见我们炒得不可开交,不想把事情弄大,只好上前把我拉开,惊动了左邻右舍都出来看热闹了。 这时刚好儿子他们也下班回来,儿子健壮就一直跟邻居赔礼道歉,费了好大功夫才把邻居给劝走了。 看见儿子这样,我非常生气,明明不是我们的错,为什么要去低声下气地给人家赔礼道歉。 带邻居们都散去,儿子把门关上对我说,妈,我觉得你跟我爸还是回去老家住吧,大家生活习惯不一样,很容易影响到邻居,你看你们才来五天,楼下邻居就找上门了六次,再这样下去,这以后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事后我冷静下来,想了一下,觉得自己这样做确实有些不妥当,邻居爱闹就让他闹好了,不必理会他,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要是没有人陪他闹的话,时间长了他也就没了兴趣。 而且我们只是小住,儿子儿媳是要常住的,我过来把邻里关系都闹僵了,儿子以后就很难做人了,如今就算儿子不叫我回去,我也没有脸面继续住下去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